特朗普起國會的演說 基本上是得到好評的 因為他用的詞 態度比較上面是溫和了 很奇怪 一個總統說話溫和了之後 就立刻受人歡迎 以前是怎樣 以前不是很受歡迎 因為你是非外族類 太過出位 這情況很簡單 我們現在很多傳媒 包括有些立法會議員 網上傳媒都會說粗口 為甚麼? 他說是語文同樂 但是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不一定是醜效 不過特朗普這次是醜效 他說了溫和的話 基本上市場是可以接受到他的 接受到語氣和內容是兩件事 為甚麼一定要這麼溫和? 很簡單 如果有人追求你還債 你沒有債還 你跟別人客氣 因為趕人走 如果有人追求你還債 你有錢在這裡的話 你會怎樣做? 你會怎樣做? 還給你 還給你 是嗎? 會不同的 如果沒有錢的話 兩天 兩天 寬難多兩天 你看看樣子不同 所以這一點 特朗普的說話 有人說他很溫和 刺激到 實質上很多人都說 沒有了道 第一 財政的東西 你還未補到數字 醫保的東西 你只說了 有責任何好 即未說到具體怎樣做 其實這很對 因為財長已經說了 有關於減稅 或者等等 這個預算案的問題 會起8月才說 特朗普又說 未曾解決到 奧巴makare 這個醫療系統之前 沒有了一個大的 稅改的計劃出來 即是怎樣? 即是未到8月 沒有話可說 既然沒有話可說 這便沒有話可說 但是 很多人都會認為 這很有話可說 因為 大家是各取你所需要的句子 而特朗普這一點 是做得很好 真正 他有一個寫稿的人 這2000個字的人的稿 是十分好 例如他有一句說話 他說 減低依補成本 但要連已經有病的人 都可以接受投保 你做保險公司 我有癌症 你受我投保 你怎樣減低我保肺 阿哥 但人是喜歡這樣聽的 還有一件事 如果醫保計劃的話 如果投保的錢是可以扣稅的 哎呀 這不是好像高永文說過嗎 不過去年的時鐘 被有個胡蘇佬說 未有政策而淘汰 500億這個基金 都不再存在 所以同一批事情 在不同的角度 是有不同人的反應 因為有些人 是不太記得了 上文下理 或者不記得歷史 沒法指的 政治家 永遠都會這樣 娛樂一些 沒什麼記性 和沒什麼 將它串連能力的選民 期待